美國總統川普12月7號晚間 再次點名共和黨籍的喬治亞州長和州務卿 指責他們違反憲法擅自改動選舉規定 11月30號 川普團隊律師和亞利桑那州議員 在鳳凰城舉行關於選舉誠信的公開聽證會 包括前軍官、計算機工程師、監票員 他們分別講述在選舉日夜11月3號 以及重新計票日11月6號觀察到的各種異常現象 聽證會還沒有結束 亞利桑那州政府就急著宣布 正式認證2020年大選結果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 和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馬克·凱利獲勝 從這個州政府的體系也就是州務卿、州長 他所確認的選舉結果 但是現在它是公然的大規模作弊在發生 那麼州務卿和州長他們沒有發揮 應該有的公正、盡得的義務 那麼這種情況下是州議會就有權利 收回他們合法的這個憲法權利 12月7號下午5點 美國國會眾議員和參議員 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舉行新聞發布會 要求亞利桑那州長杜希取消目前選舉人團資格 或要求美國國會取消選舉人資格 會後的集會 大批民眾共同呼籲制止竊選 在郵寄選票議員中 賓州政府認證投票結果 州最高法院還撤銷下級法院的暫停 對賓州總統選舉投票結果認證的決定 共和黨自身參議員特德克魯茲表示 由於這起案件涉及的法律問題的重要性 他已經公開敦促最高法院聽取選舉違憲訴訟案 克魯茲說 如果法院接受上訴 他將隨時準備為這起案件進行口頭辯論 這些議員的發生實際上也在某種程度上 把那些以情況不明 證據不足等理由 企圖推拓和門混過關的官員 推到了公眾事業之下 讓他們失去了逃避公眾監督的所有的忌口 玉美時評專欄作家戈壁東表示 2020美國總統大選所謂主流媒體出現一面倒的現象 提供社交媒體的大科技公司與主流媒體一起 表現出一種非常強烈的操控選舉的這種傾向 美國民眾獲得真相的權利被剝奪了 在這種情況下 被攻擊和打壓的川普團隊 發起了各州的聽證會 實際上就是把在律師和法官之間交流的 關於舞弊的證據 通過聽證會清晰地呈現給美國民眾 戈壁東認為 這些舞弊行為實際上是在挑戰 美國的憲政制度 他從根本上在顛覆美國人對選舉的神聖性 和公正性的信心 嚴格說 這就是美國憲政制度 遭遇的一次憲政危機 美國憲政制度 棄取美國行政權力 而達到他們勢力的目標 是註定要失敗的 美國這些議員的發聲 從某種程度上也證明了這一點 12日2號 德州聯邦眾議員布萊恩·巴賓 推出《你必須活著投票法案》 這項法案呼籲各州剔除死人選民 布萊恩·巴賓表示 為了保護我們的民主進程 和美國人對我們選舉的信心 我們必須確保不允許死者列入選民名單 現在外界都關注一個問題 就是誰下令讓七個州同時停止計票的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雷克里夫6號表示 許多美國人認為 他們的選票沒有被公平計算 質疑各州沒有做好公開透明的公正選舉 克雷里夫認為 法院必須審理大選出現的種種可疑案例 整場大選才會塵埃落定 目前民主黨籍總統候選人拜登 是否能夠入住白宮 還是個問號